優化的措施包括 一是取消檢疫令 以及不再界定密切接觸者 但我們會是通過確診者 向這一類人士發出健康措施的建議 第二是取消疫苗通行證 我們會採取更加具針對性的措施 尤其是繼續推動一路一路的疫苗接種 第三是取消所有入境強制核酸檢測 海外、內地、澳門以及台灣的抵港人士 都不再需要在抵港之後 或者抵港當天 所做的強制核酸檢測 改為是發出自行做快速抗原測試 到第五天的健康建議 第四是取消所有社交距離措施 包括限聚令 1.5米的餐桌距離 每台人數上限等等 只是維持口罩令 這些優化措施 將會在明天 即是10月29日生效 在明天的健康建議 在明天的健康建議 中文字幕提供